记者正宏达台北报道,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在逃迁都议题,对此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表示乐观其成,并建议行政院成立跨部会迁都推动委员会,就迁都评估影响,定定其成,以取得朝野,社会共事,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认为,若立法院迁至台中或能带动行政机关迁移效果。 赖清德日前赴立法院接受质询,国民党立委严宽恒问说,赖清德于立委任内曾提迁都,是否有全面性计划? 赖魁回答说,迁都是他对国家安全的一台主张,由于人口集中,盆地效应,地震等,对首都有挑战性,才考量首都减压,赖也提出北京纪中行政,南政治的构想。 对此,台中市选区的立委黄国书对迁都议题表示乐观其成,强调迁都议题已谈论多年,因牵涉国家资源重分配,各都会发展及预算来源,必要型需获得朝野及社会高度共事才可推动。 他建议行政院成立跨部会的迁都推动委员会,与国会的迁都小组合作。 黄国书也说,许多国家都曾面临迁都问题,但也因迁都成功获得全面性发展。 台中交通位置方便,距广大且预备的乌日等腹地已堆成为行政,立法中心做好准备,就看朝野有无共事,行政单位有无决心,推动委员会也因就迁都计划,鼎定发展其成绩目标。 许有名认为,先前立法院曾讨论是否迁移至台中,但后来朝向原地改建等方向而不了了之,相当可惜。 台湾整体结构应仿向美国等国将政治、经济中心区别,避免将鸡蛋都摆在同一个篮子,避免台北有状况时,全台湾因此停摆,说不定本次质询可再代且新的讨论。 许有名认为,鉴于多国有双中心设计,若国会能带头牵斥台中,除了展现新政府结构性改革事业,因行政单位需求预算,法案与立法院沟通,也可带动各部会迁移的效果。 另外,也因思考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监察、考试院等宪政机关是否有集中在台北的必要。